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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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世代 跨領域的原則 來進行社會更廣更多的連結 今天我們公布包括徵召以及合作的對象 總共有三名 第一位是台北市第六選區 也就是大安區的立委合作對象 社民黨的苗博雅 苗議員 苗議員社會上對他並不陌生 其實是有更多的肯定 不管是從高中大學 他的積極投入社會運動以外 在議會的表現可說有目共睹 問政專業 而且深耕基層 對理念價值的堅持令人欽佩 今天民主進步黨很高興 能夠透過跟苗博雅所代表的社民黨合作 未來我們也會就社民黨所關注的 也是民進黨所長期追求的 包括居住正義等等的社會議題來共同努力 好 接下去我們再分別請三位候選人 來跟社會大眾說明 謝謝雅惠 社民黨的呂洪志造極人 還有民進黨的賴清德主席 智傑老師 殷寧 還有秘書長 總幹事 在場所有媒體朋友 所有各位先進貴賓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苗博雅 關於參選大安區的立委 今天上午已經利用一小段時間 跟社會大眾說明細節 其實我的信念非常的簡單 如果我的國家需要我 我一定全力以赴 如果我的國家還不夠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讓它變得更好 這是我從事公共事務 從事公眾服務超過十年以來 一直堅持不變的信念 大家都跟我說大安區很難啦 沒錯 大安區確實很難 很艱困 然而艱困 正就是這次我投入參選的原因 從政一路走來到現在 我們都是挑最難的事情來做 而我們也必須承認 目前台灣前途正在面臨艱難的挑戰 明年的選舉是決定台灣前途的關鍵時刻 無論最後人民選擇由誰來領導台灣人民 我們都無法迴避習近平他不可理喻的野心 日日夜夜都在威脅著台灣的民主自由 威脅著台灣的生存 而我們同時也看到 在台灣的內部有很多的問題有待解決 尤其是青年世代最關心的居住正義 性別平等 長照又托 勞動環境還有人本交通 我們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的空間 所以面對外部的壓力以及面對內部的這些民生問題 台灣就像是航行在狂風暴雨當中的一艘船 我們需要穩定有經驗的政府來掌舵 同時我們也需要在國會裡面有堅持進步理念 而且可以理性批判理性問政的監督者 來為人民找出大大小小的問題 而我們共同的目標就是要讓台灣這艘船 平安的度過狂風暴雨 平安的抵達目的地 所以現在的台灣我認為我們需要 對國家忠誠能理性批判的在野黨的國會議員 這也正是我投入創立社會民主黨一路走來的信念 這也正是我認同賴清德主席 所提出來的民主大聯盟的原因 這段時間我和賴主席和盤孟安總幹事 就民主大聯盟的理念有非常充分的溝通 現在的民進黨正在爭取延續執政 民進黨需要擴大跟社會力的連結 擴大社會支持的基礎 我來自公民社會 我的跨黨派的背景 跟我長期關注青年世代關注的核心議題 可以將民主大聯盟跨世代 跨領域 跨黨派的共同願景 透過民主大聯盟的架構 納入未來民進黨的施政理念 也可以讓社會對於民進黨海納百川 求同存異的改革路線有更多的理解 我對政黨政治的願景是 可以競爭時競爭 應該合作時合作 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看到台灣的不同黨派 在內部理性辯論 但是對外我們團結一致 因為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人民已經厭倦了為反而反 吵鬧不休 各黨各派只想著提出問題 卻不想著怎麼解決問題 這樣沉悶的政治鬥爭 我們需要健康的政黨政治 跨黨派之間可以為了共同的公益願景 真誠合作 我們可以為性別平等合作 為勞動環境合作 為居住正義合作 也可以為國家安全合作 民進黨提出了Team Taiwan的競選口號 其實正是民主大聯盟的精神 就像我們組建一支棒球的國家代表隊 從各個不同的職棒球隊之中 挑選合適的球員 共同組成國家隊 對外我們共同去爭取國家的榮譽 捍衛我們自己的國家 如果我的國家還不夠好 我們就一起讓國家更好 國家要安全 大安要進步 這是我們的共同的願景 而民主大聯盟就是實現這個願景 最好的平台 感謝社會民主黨的夥伴 感謝民進黨賴清德主席 跟潘孟安總幹事 也感謝時代力量的王婉玉主席 感謝在大安區長期耕耘的 簡蘇培議員 還有謝沛芬主任 以及一路以來栽培苗博亞的所有前輩先進 還有給苗博亞最多溫暖的大安文山區的選民 我會為了打造更好的台灣全力以赴 懇請人民准許讓苗博亞前進國會 謝謝 如果想要收看我的質詢影片 或是了解其他時事分析 歡迎追蹤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FB 或是加我的LINE 第一時間讓你獲得最新資訊 阿彌 阿怪 阿美 阿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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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